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听得懂英语 我还会说一点儿日语 可是我日语说得不太好 要是说得太快 我就听不懂 这一样是美国人 他会说中文 他中文说得不太快 可是说得不错 很流利 发音很标准 现在他还在学中文 因为他想到中国去 他想到中国去做生意 你会说什么外语 我会说一点儿法语 可是说得不好 法国人说话 你听得懂吗 要是说得慢 我听得懂 说得快 就听不懂 法语 How do you do 怎么说 How do you do 你的发音很标准 哪里 说得还不好 Four 你会说中文吗 会说一点儿 不太好 哪里 你说得很好 很标准 不行 不行不行 不行 不行 很多话还听不懂 我说话 你听得懂吗 你说得慢 我懂 要是说得快 就不太懂 你觉得中文难不难 对不起 我没听懂 请你再说一遍 好不好 我说中文难不难 口语不太难 写字很难 五 你认识不认识中国字 我只认识几个字 中国字太难写 是的 很难 很多 这个字你认识吗 这个是好 那个呢 不认识 什么字 这个字是国 国家的国 对不起 国家是什么意思 国家是country的意思 对不起 你说的太快 我没听懂 我没听懂 请你再说一遍 我说 这个字是国 国家的国 英文是country的意思 谢谢 不客气 国家的国家 8.